刚刚你们在说到 就是你特别希望这个男生跟你回到家乡 找一个很稳定的工作 去完成你对这一生的设想 那男生有他自己的抱负 我在很小的时候 有一个男生我对他印象挺好的 可能是有那种异性的喜欢吧 我甚至在脑海中还勾勒过 我说将来也许我会和他恋爱 会一起去走四方看一看外面的世界 但是突然有一天 我们同学去春游还是郊游 我们在说自己愿望的时候 这个男生突然说了一句 他说我的理想就是 特别希望我家里人能够帮我找一个 就是离家近的工作 那个时候是90年代 他说我一个月能够挣100多块钱 200块钱 我就觉得特别好 你知道吗 就那一瞬间 就我对一个男生的幻想幻灭了 我觉得他完全不是我想的 和我能够走四方看世界的人 而且我其实是一个很感性的人 我瞬间就那一个瞬间 我突然觉得我不可能和他 有恋爱 有这种感情发生的 我为什么分享这个事 是因为我觉得 两个人如果 在恋爱的时候 置不同道不合 无论是异地还是在一起 他其实很难走到最后 你现在有自己非常坚定的想法 就是希望他回到你身边 你们到一个你家乡的地方 然后很安稳地过日子 可是他不一样 我觉得不仅仅是刚刚你说的异地 你们之间性格的冲突 我反而听到最后 我觉得这个是你们最大的障碍 有很多东西可以弥补 但是如果你们的梦想不一样 我认为这个是你们最大的盼角石 所以这个时候 其实你们双方一定要想清楚 为什么很多人说 毕业季就是分手季 其实就是因为 我们未来的方向 我们未来的路不一样了 谢谢 谢谢 在年少的时候 我觉得可能彼此的梦想不一样 对世界的看法不一样 我觉得也还算是正常 但是当我们有不同的追求的时候 想要维护感情 那每对情侣 他们走的路程就不一样了 非常遗憾的是 我在你们这对情侣身上 没有看到你们因为梦想不同 而做出任何努力 女生刚才一直说 哎呀我喜欢这个男生 我在意他跟异性的接触 我在意他的点点滴滴 我甚至在意他没跟我道晚安 我心里很难过 你在意的所有的都是 你的感受 我从头到尾没有太听到 你在意他 你想要的只是享受那种爱情的幸福 你并没有想过为了这份感情 为了你们不同的梦想 而去妥协 甚至我们退一步去成全他 既然你对情感看得如此的清晰 我要的就是幸福 我要的就是我快乐的感受 我不在乎你是怎样 那抱歉通知 他不是魂 他不能追随你的脚步 还有他的人生 何苦要这份自己没事找事的相思呢 男生我觉得你对女生的感情也没有那么的 真的动了多少心 所以你可以云淡风轻 你可以电话一晚上拿不到手里 都不知道通知女朋友一声说 我的手机蜡在哪儿 你云淡风轻不是你性格如此 不是你梦想与他不同 是你对他的情感没有那么热烈 如果我们在这么青春的时候 感情都没有那么炙热 只要一旦有分歧 那就是分手 我是真的不看好他们 从后到晚我没有听到两个人 多么地愿意为对方付出 不过就是想拥有一份幸福而已 祝福你们 谢谢 谢谢严老师 来 周老师 你刚刚说谈恋爱 你俩谈恋爱了吗 一点都没有感觉到 我就写出一个异地恋吧 我在想特别是年轻人 刚刚高中毕业 那两个月的时候 疯狂地爱上对方 在异地那一刻 一定极度想念 特别是刚刚入大学的男生和女生 在异地恋的时候 他们冥思苦想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什么时候 能去跟对方见面 但是我没有看到 你们身上有这种感觉 所以我说 我没有觉得 你们俩谈过恋爱 也许姑娘 你一直想谈恋爱 所以你一直在追这个男生 你在抓他 但男生 我倒认为 可能你只是炫耀一下而已 否则的话 你不是不知道 他那边对你有如此多的想念 你不是不知道 他对你有很多的担心 当你知道 你还不给他回应的时候 那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我并没有把它 真正当作心里边那个女朋友 所以异地恋要谈好 一定是你会想尽办法 有任何的时间 都要跟对方见面 你所要的恋爱 是稳稳当当的 你想要跟这个人 然后你牵挂他 他也能牵挂你 但是他想要的并不是 所以他会认为 我要追求我的梦想 所以你并不是那个 能够陪伴他 一直走下去的人 你为什么非要把自己 拽在他的身上呢 所以这就是我说的 我没有看到你们谈过恋爱 我只看到 你在一直追求他而已 所以姑娘认清现实 你才知道 未来到底你要怎么走 有想过跟他分手吗 没有啊 要不试一次 为什么我说 让你试一下跟他分手 因为我和几位老师 观点收有不同 我觉得你们不是不够爱啊 或者没有爱啊 我觉得你们是爱的 没有界限 你表达我爱你的方式 是不断地退让 把我的底线让给你 你表达我爱你的方式 就不断地逼 这个我也要 那个我也要 姑娘 你谈恋爱 谈得像个债主 要债的也不会去 登人家微信 要债的也不可能说 我就那个手机 往床上那一放 就不行了 少说一次晚安就不行了 为什么 我打个比方 今天如果有一个姑娘 跑到你面前说 我就是喜欢你男朋友 你们不是没结婚吗 我要跟你自由竞争 他今天跟我说话也好 跟我拍照也好 不跟我拍照也好 甚至退学也好 我追定他了 你怎么办 你还骂他吗 你还要他做什么什么吗 为什么你所有的事情 都认为是你男朋友的事情 为什么 该你自己去战斗的时候 你不敢去战斗 你虚弱嘛 虚弱导致了你不断地去要求 你把他的自尊扒干净了 最后他怎么办 他不就跑吗 我给你们两个人的意见 都是一样 永远去为对方去考虑 他的人生应该怎么过 而不是为自己考虑 我内心的安全感应该怎么做 因为只有对方的人生 被你考虑到了 这个时候才能够证明 你是真正爱他的 他才能够回馈给你相应的爱 好 谢谢陆琪老师 想清楚 你要什么样的人生 你先想清楚 难道你要的人生就是控制一个男人吗 难道你要的一个人生 就是让一个男人变成你想象的那样吗 难道你要的人生就是让一个男生 永远围着你转吗 你要的人生你也想清楚 你要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咱俩也认识这么长时间了 是天天吵 也许有些回忆只有咱们两个知道 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肯定也清楚 我就是想去试试嘛 跟我一块去试试呗 万一成了呢 我觉得咱们两个之间 不管你还是我 都有很多问题 我觉得 你如果想出去试试的话 我可以支持你 但我还是觉得 我们两个异地的话 那些矛盾就是 对我们两个感情还是会 去消耗 我还是想跟你尽快 结束一地 谢谢两位 请回报 谢谢两位 来 请关门 请开门 男生准备回家了是吧 不去北京了哈 要是 实在 不愿意 我也愿意 多听他了 如果男生那么爱 你觉得我可以为一个人 牺牲到我的人生 按照你设定的人生轨迹来 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好事 来一起见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